大家好 我是小屁 今天要來假開箱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Gaston Luca的Proper背包 為什麼說是假開箱 是因為我已經使用它一個多禮拜了 但是想說來拍一下那種開箱的氛圍影片 好 那可以看到它的本體那時候寄來的時候 它就是長這樣子 很酷喔 很像一個筆電的感覺 我當時收到想說 確定沒有記錯嗎 很像一個筆電的感覺 所以我還是把這個運送的包廂給留著 因為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好 那接著我們就打開啦 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是把那個Gaston Luca的背包 是用一個防塵袋給包起來 那其實它上面有他們的Gaston Luca的一個LOGO 欸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 拍得到嗎 OK 它上面有一些微細小的Gaston Luca 我其實覺得蠻有質感的 所以說這個我也是持續把它留著 好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 箱子裡面 它也是有那個Hostag啊 或者是他們的那個Instagram 也是算是怎麼講 有一點小心機啦 所以說你買來之後 你可以去他們的Instagram 然後看一下其他人的開箱或幹嘛的 也許 也許他們的使用心得 會對你有一些幫助也說不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本體 好 本體 打開 打開 我這一次選的這個Proper是最大的 因為我的筆墊蠻大的 所以說我就想說選一個最大的 雖然說 我選一個最大的 我筆墊還是放不下 因為筆墊是17吋的 這個 我是選的是Proper的經典黑色造型 可以看到它的皮的部分 跟這個 帆布部分基本上都是全黑的 那它這個有三種顏色 第一個就是這個全黑的 第二個就是棕色 第三個就是那個橄欖綠 OK 你們可以上官方網站去看一下 好 那我就來一一介紹一下 它的一些特色吧 首先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它比較有質感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的 是這個背包的那個調整袋 它其實啊 它其實就只有這個洞可以用來做調整 但是它旁邊還有這些束帶 還有沒有的 它其他這兩個束帶 有一個是不能動的 然後這個是可以動的 然後它還把它設計成 看起來好像是 非常的嚴謹的樣子 但是 其實可以調整的地方 就只有這個跟這個而已 那我個人覺得這邊是 算是蠻有質感的 就是很像精品的感覺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扣環 它這個不是用什麼磁鐵啊 它這個是用它有四種 那個 緊高低啦 就是你要 你如果裝很多東西的話 可以用第一個 然後你如果想要緊一點的話 就是用最後一個 那它是用直接用扣環的 還蠻直覺的 這樣子直接扣下去 然後打開就直接拉出來 好 那這個有優缺點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接下來來看一下內裝 內裝的話 它是 呃 一致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 就是 紅色 那它裡面也是 都有那個 Gaston Luca的一些小Logo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內部的部分 其實打開你們 已經一目了然了 它就是分 筆電的那個 放置槽 然後以及 大空間的放置槽 它就是這兩個部分而已 直接給你直球對決這樣子 好 那 除了這個空間以外 它外面還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放一些小東西的 就是 背面 背面這邊 有一個 小袋子 但是這個小袋子 它是沒有 拉鍊 或是扣子的地方的 對 所以說這個袋子 通常我都是把它放 比如說 耳機 或什麼的 就是你想要拿的時候 隨速都可以拿 而且你背的時候 不會卡住這樣子 好 OK 那我們介紹完了外觀之後 然後 然後你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瑞典的 這是國旗吧 瑞典國旗 因為 Gaston Luca 是瑞典的牌子 好 那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下 我用了一個多禮拜的一些優缺點 首先我們剛剛講的到這個扣子 我個人覺得它設計這個扣子 你如果 你如果是在那種 比如說捷運上面很擁擠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它比較難去扣 但是它開的時候是非常好開 對 所以說它這個設計我個人是覺得 難扣 但易開 OK 但是就是很潮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 那個做這個設計的 那個袋子 接下來接下來 就是這個背帶 這個背帶 剛剛我有說 看起來好像很有質感這樣子 但是 它這個背帶你們仔細看 它是沒有什麼防震的 所以說你背久了 你可能會覺得說你的肩膀部分 會比較 比較緊 比較酸痛一點點 如果你背重霧的話 好 OK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 還有這一點 它打開的話 它其實它是做一個束帶的感覺 你可以往前扣 然後打開又有一個束帶的感覺 這個束帶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多餘的 因為你今天你如果是要把它弄緊的話 那你打開的 你打開的時候 你還要再把它弄鬆 但是其實 其實 你像我 我這個人 我開袋子的時候 是很快速很粗魯的 所以說我通常都不會把它束起來 對吧 那 它這個可能是做一個一個造型 因為其實你已經蓋起來了 你這個束起來 我是覺得是比較沒什麼用一點點 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Gaston Luca Proper的開箱 那 你們想要購買的話 先不要著急 小P會在下方附上這一次Gaston Luca 特別給我的一個優惠碼 優惠碼 那 你們去用優惠碼購買的話 會獲得比平常購買的更多優惠 OK 那 如果你還想要看我開箱更多東西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小P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拜拜